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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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永續發展這一章 是從公共財、外部性等等講起來的 這些公共財、外部性都牽涉到市場失靈 我們說什麼是市場失靈呢 三類公共財、外部性非完全競爭 我們原來 Adam Smith 的那個 Invisible Hand Theory 說競爭太好了 一旦競爭就會有 Parallel Efficiency 但是我們也講說 Parallel Efficiency 沒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基於別的種種考慮 政府還是要插手 還有一些分配的問題、正義的問題、穩定的問題 都可以使政府需要去插手 我們常看到一種邏輯就是說 只有當市場做不好的時候 政府才接手 如果市場做得好 政府幹嘛去接手 所以這大致來說是可以的邏輯 就是你看 中國大陸叫改革開放是1979 什麼叫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就是把一切都政府主導 變成很多是市場主導 這就是改革開放 把政府黑手的力量讓市場的黑手去處理 這就是改革開放 所以邏輯是市場能夠處理的好 政府就不要去管它 除非有分配的問題、正義的問題、穩定的問題 政府才需要去管它 OK 這是大致的邏輯 所以假設沒有分配、正義、穩定的問題 那市場能夠處理的 就市場去處理 那是不是市場做不好政府就一定要去做呢 那也未必 因為政府可能做更難 對不對 你看核四嘛 核四那麼多風風雨雨 有哪一件不是政府 不論是立法院、行政院等等 全是政府嘛 全是這群豬搞出來的嘛 從1980年就通過搞到後面 就是這群豬炒來炒去炒來炒去嘛 最後誰說要廢核 然後又永和 然後又富裔 全是立委啊、官員那些 然後最後誰說要封存 還不是某一種豬隻 都是豬隻嘛 所以市場做不好 並不表示政府要去做 因為政府不但可能做不好 而且很可能做得更爛 為什麼市場會做更爛 政府會做更爛呢 因為有貪官、暴君、酷吏、呆瓜、豬隻 所以歷年來、歷史上來看 我是很不信任政府 歷史上所有欺負人民的 99%是政府 所以你看憲法上 所有的人權的主張 都是想像那個加害者是政府 歷史上 加害人民的十之九九是政府 大規模嘛 你說鄰居之間就打大家 從老家有個小流氓 那政府是大黑道 鄰居了不起的小黑道 所以並不表示市場做不好 政府就要做不好 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就是政府官員也是人嘛 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私心嘛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都也不是在罵哪一個政府 都一樣 都有私心 共產黨有一堆人 外國有一堆人 以前中國大陸有一個叫宋子文 都是 所以政府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會讓產生政府失靈 好了 這個我們以前 講過一些 想要跟你們說的就是 政府和市場之間 我再重複一遍 原來 Adam Smith說 市場太棒了 市場就會導致效率 除非有公共財 外部性 或者是那個市場不是競爭的 那這三種情況 可能就需要干預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可能干預並不表示 就該干預 因為干預 可能會越干預越差 這是第二點 那到底在政府和市場之間 該怎麼處理 這就是一個很久的爭辯 台灣呢 有一陣子被 被芝加哥學派 荼毒 我們的學術界 有個學派叫芝加哥學派 簡單說他叫小鎮 所以所有芝加哥學派的人 碰到外部性 他就說 就出來一個coast 外部性本來說 政府要加稅 要征稅 或者要管制 他說不要不要 外部性 你只要財產權設定恰當 讓他自己去協商就好 那就是one of course 也就是說 政府不要管 又出來一個公共財 公共財說 總要政府去管了 他說不要不要 出來一個人 叫做people 隨便不寫名字 他說不會啊 那你看 我做個類比 他說呢 政府 地方政府 你看台灣有什麼 屏東啊 台南啊 高雄啊 彰化啦 什麼雲林啊 南投啊等等 這些一個一個的地方政府 不就像是一個一個的廠商嗎 你說怎麼會呢 對啊 廠商 對美它的 它提供什麼呢 提供商品嘛 那商品有它的品質 那地方政府就提供公共財啊 學校辦的好不好啊 修橋不入啊等等 那廠商對那些商品的收價格 政府就在地方課稅啊 那廠商它的服務的是客戶 政府服務的就是公民 那廠商你說會產生競爭 因為客戶會比較各個不同廠商的價格和品質 然後它競爭跑來跑去 就會找到買它最覺得最華的來的 就有效率不是嗎 我們說競爭就有效率 那政府也會競爭公共財的提供和稅率 公民只要在地方政府之間移動 不就也有效率了嗎 聽懂這個類比了嗎 地方政府有如廠商 地方稅率有如價格 地方的公共財有如商品的品質 公民有如客戶 如果客戶能夠在廠商之間移動 跑來跑去就會使得競爭達到效率 那公民也可以在縣市政府之間跑來跑去 就讓地方的公共財也達到效率 所以公共財不見得要政府出面 懂嗎這就是幾家科學班小政府的一套論述 我們等一下再去說它的一些問題 那基本上台灣也蠻受的小政府的獨屠 到底是獨屠還是獨屠 我們經常看到一套說法就是說 政府不要管 廠商最厲害 由他們去投資就好 這就是受到小政府獨屠的獨屠 我說這叫鸚鵡學派 如果經濟學這麼簡單就好了 鸚鵡學派就是你問他 這事情怎麼解決 冠狀病毒怎麼解決 交給市場近年 交給市場近年 口罩怎麼解決 交給市場近年 交給市場近年 他就學會這一套交給市場近年 他就學會了經濟學 這就是鸚鵡學派 那斯加哥學派演化的結果 有一些人流到台灣 這就變成鸚鵡學派 碰到這種經濟學家 你就要避開 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觸 免得被他的口水污染 那芝加哥學派影響的地方 就是芝加哥附近 包括東外的Rochester 另外有兩個大政府的 說政府 你不要那麼醜化政府 政府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公共臺 外部進行市場 市民等等 它主要集中在哪裡呢 大政府集中在 大政府集中在 美國的東外 或者美國的西岸 Stanford Berkeley 那因為東外西岸 都臨大西洋太平洋 所以他們叫做 鹹水學派 那個芝加哥大學呢 是在芝加哥湖 密歇根湖 所以它是淡水學派 大政府的這個鹹水學派 包括你們熟知的 Paul Krugman 還有我們 Joseph Stiglitz 都是大大有名的人 淡水學派 基本上是從凱因斯開始 從他們的全盛時期 差不多是1930到80 那1980到2008 就是小政府的 淡水學派的天下 2008以後 鹹水學派又復活 為什麼2008 是個轉捩點呢 因為有個東西 叫金融海嘯 那個金融海嘯 差不多是小政府 不主張管支銀行 所惹出來的禍 所以它大概是 鸚鵡的遺骸 是鸚鵡遺毒 所以2008年之後 小政府派慢慢慢慢就 掛掉 2008是金融海嘯 1980到2008呢 美國是雷根 英國是Mr.Satcher 30到80是經濟大恐慌 是1929年之後 大概連續有50年 是被那個大政府 凱因斯學派所主導 在那一段期間呢 政府管制 在1980到2008 政府管制極少 而且包括很多的 公營事業民營化 因為政府不要管 所以幹嘛要公營 所以像台塘 幸好還沒民營化 我們民營化的公司 台灣幾家民營化的公司 都很慘 去管制 有利財團 全世界所有大規模 把公營事業民營化的 沒有一個例子 幾乎了 沒有一個例子 免除落到大財團的手裡 而且都是有利益關係的 你看中國大陸的太子黨 全是共產黨高官的後代 你看 蘇聯 把國營事業解體之後 拿到那些國營事業的 他們的電廠 全部變成共產黨 以前的共產黨大官 拿去 所以 號稱是民營化 其實是權貴化 全世界的公營事業民營化 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解除管制 真的會產生多少多少好處 我是完全 完全不相信 那個 台灣有一些那個 英武學派 也有一些大政府派 要成立主權基金 你知道主權基金什麼東西嗎 主權基金就是 國家成立一個大的錢 就是基金 你叫投資基金吧 總知道吧 投資基金我就成立 我就募來一個 三十億的 台幣的基金 然後我就投資 那些募來的人就信任我 我就發利潤給他們 那就是基金 什麼叫主權基金呢 就是募資的頭頭 叫做政府 那就是主權基金 那它有一些策略性的投資 那這個主權基金 規模就超大的 動不動上千億台幣 它會投資一些 有利基的標的 比如說 台灣如果要發展離岸風利 也許我們 在發展之前兩三年 就把 挪威的離岸風利公司 先買個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懂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這完全是策略性 那你說好不好 這很好 全世界啊 只有兩類國家 越扯越遠 不停了 一扯就非得扯下去了 全世界只有兩類國家 有一個基金 一個是非常民主的國家 像挪威 一個是非常不民主的國家 像新加坡 或者老婆 或者韓國 其他中間的通通沒有 非常不民主的國家 有了主權基金 完全是服務私人 或者說他 非常不民主的國家 你很難監督嘛 誰敢說呢 你知道新加坡主權基金 在2008的時候 虧了大概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那個主權基金的總經理 你知道是誰嗎 是李顯龍的太太 是總理呼的 你敢質詢嗎 台灣算是相當民主的國家 你不能想像 哪個行政院長的太太 是主權基金負責任 會被幹到死 不可能的事情 挪威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這個國家已經 公開透明 民主到極限了 所以它不會產生問題 所以它真的是 好好的去經營 那另外一種 非常不民主的國家 它不好好經營 你又能怎樣 一點辦法都沒有 你們去看一本書 那個 他的標 他的書片就是JL 那本書叫什麼呢 好像那個人名字叫做劉克佐 這個家伙呢 他大概把馬來西亞的主權基金吃乾媽淨 大概A了十幾億美金 他為什麼能夠A這麼多錢 他就六大守則 拉關係套交情 搞探心中九分 參加總話強調 然後他跟馬來西亞以前的總理 納吉 對 非常非常的 body-body 然後取得了關係之後 每A多少幾億美金 就幫他納吉的兒子 在哪裡買一棟豪宅什麼的 你看喔 我很少有本書看了會噁心的 我說看成噁心啊 噁心就是有人 搞那麼多錢幹嘛 我說不懂耶 你去看你去看 你要覺得胃口很好 需要反胃 你去看他 那淡水與鹹水的差別 就是一個家大政府 一個小政府 後來一個新興古典學派 差不多是 就是在1990開始吧 政府啊 多醜多壞 市場啊 多美多好啊 台灣的櫻木學派 有很多就是這些 新興古典學派 授業的鳥兒 到了金融海嘯之後呢 就是個大震撼 我們後面有一講 會講結構債 結構債就是金融海嘯最偉大的創新 讓你知道金融海嘯那個商品 銀行商品的管制吧 闖了些什麼貨 還有什麼呢 好 最後兩點 台灣不只是有鸚鵡之危害 台灣還有一種害 就是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簡單的說 這是我現在講的是膝蓋 不是不牽涉到任何IQ 大政府一定要大稅收 不是嗎 小政府就是小稅收 不是吧 你有沒有聽過大政府小稅收 或者小政府大稅收 那不是貪污嗎 所以大政府一定大稅收 這是膝蓋邏輯嘛 我沒有講任何高深的學問 那你不可能說又要大政府又要小稅收 這就是台灣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 什麼叫租稅負擔率 就是你把全國總稅收再分子 GDP再分模 這叫做租稅負擔率 是全世界第五低 12.6 你看看別的國家 美國、韓國差不多 不要記中 美國、韓國大概19 法國、德國大概25 北歐都是40以上 那台灣 我們有全民健保 我們有12點國家 我們公共服務很多 不稅負擔率只有12.6 如果你加上社稅水規模 也差不了什麼 這個事實沒有改變 我們變18.5 社稅水規模 包括年金等等 我們有一些年金的較大 法德變40 美國變24 北歐變成45 我的描述就是 你要吃幾碗麵 就要下幾碗麵 幾把麵條嘛 大政府你要吃很多碗麵 你就得下麵條啊 你就得繳稅啊 台灣不是 台灣以前有個總統叫馬英九 他說要清稅減政 但是要搭政府 為什麼是搭政府 我們的健保就是搭政府 我們的健保 政府做很多事情 那有人就說 那個香港的所得稅率才17% 香港只有一個所得稅率 沒有累進 台灣到40% 香港能為什麼 我們不能 你告訴我香港和我們差別是 講啊 你不要講送中那些事情 這跟稅收沒關係 你跟我講 香港和台灣的差別是 香港沒有軍隊 香港沒有軍隊 香港有軍隊叫獨立 那台灣要養軍隊啊 要養軍隊不要錢嗎 所以你能跟香港比嗎 第二呢 香港不太有製造業 香港大部分是服務業 對不對 你用膝蓋想想就知道了 製造業服務業什麼大部分 服務業污染比較少嘛 所以它不需要環保署吧 或者環保署編制就很小 可以想像嘛對不對 污染是製造業的事 然後製造業不多 公安問題就少 某一類的勞工問題就少 它問題少一大堆 法院所需要的案子就少了 就沒有什麼勞工糾紛法啦 什麼環境污染法 什麼這些打些媽的案子就少了 所以香港當然服務就少 它就是麵條很少嘛 所以它就煞少幾碗麵了 你怎麼可以把台灣的租稅負擔率 跟香港比呢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台灣如果你要去維護我們的健保等等 就不要一天到晚講減稅 而且一旦要講減稅 就拿一個像樣的國家來比 不要拿那個四不像的相當 出來比 你看以色列比比看 我倒有點福氣 我們也去查以色列資料 你可以去查查看 我剛剛說我們是第五滴 竹山綠彈律第五滴 你知道前四名是誰嗎 這是阿拉伯採油果 他們不需要征稅 他們不需要征稅啊 話就有啊 所以 沒得比的 所以這是 是 謝靈靈的事實 謝靈靈的事實 我先去看